嗨,这是彭飞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心得 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第一到第三节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最下面 所以你们 他们遭遇这件事都要作为戒警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的信实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想这节一到二十三节 就像宝在哥林说 那边跟他们讲说 我们要提防撒旦的试探 所以他保罗最先讲说 不晓得我们祖宗 从前都在云下 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 海里受洗归了 摩西里 且都吃一样的零食 也喝一样的零水 所以出于他们的零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 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恋二世 叫他们那样贪恋 像他们那样贪恋 也不拜偶像 像他们有人拜的 我经常所记 百姓坐下 吃喝 切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 像他们有人行的 一天就倒闭两万三千人 就是拜偶像 也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有人试探 就被死而所灭 也不要发怨言 像他们所有发怨言 就被灭命的所灭 所以神就讲到说 你们所试探 会受人试探 我们想说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追求的是一个 我们叫做自信 其实追求自信心也很好 为什么人总是要 有自信 然后处事应退方面 才能够适得合理 但是如果太过自信的话 就会落到一个圈套 我记得 我听过一件事物 就是一件 军方的太空计划 特别 这就是保全 听说有一个人 他就做保全服务 做保险 他就听过这个故事 他就说有一次的真实的事件 就是说他们 军方的太空计划 被外来的电脑 侵袭 然后 外来的骇客 并没有破解任何的密码 便使用 便使一套具有安全方 防复的网的措施的电脑系统断电 那他做法是很简单 就是进入没有安全防复的 就是电脑大楼的维修程式里面 关掉维修程式里面的空调系统 等到电脑 这个室的里面的温度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整个电脑 这个军方的太空计划的电脑系统就会自动断电 所以呢 魔鬼的视力他们可以用各种方法 不管你在置信你的 你所有的 你有多少的安全防复 多少的不同的密码 其实有时候 魔鬼他们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你就像是这种情况 过分置信有多好的密码 甚至军方的太空计划 是表面上的安全感 只会给我们提供表面上安全 但事实上也会造成失败 是有可能 所以在多林说前书这里 马罗就在十章第十二节讲说 你们要站着稳 必须谨慎 免得跌倒 我想这尤经的皮特 皮特森的这个事情学家 他就对这句十二节里面解释是这样说 不要太过天真的自信 忘掉自信吧 太一点也帮不上班 应该学习依靠上帝才对 所以我们 就是在这里面看到就是 为了提防撒难的攻击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信靠上帝 接下来因为信靠上帝而来的自信 而不是因为自己信靠自己而来的自信 那是什么用 圣经不是要我们尝试呢 自己用自己的智力 自己的聪明来胜过撒旦 圣经是要我们要依靠 那位能够自取 力取 怎么样的取 能够击败撒旦的上帝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3、13节上帝是信使的 并不叫你们受失败过于人所忍受 在失败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处 叫你们忍受的住 所以上帝也给我们一个应许 就是上帝会保守我们 在我们成圣道路上面 上帝答应我们只要能够信靠上帝 他必为我们保守 并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说 凡事顺利的时候 我们应该求主帮我们能够看见 不要骄傲过 自大 叫我们能够看到 不管在顺利或是在逆境的时候 都能够依靠上帝 而不是仰赖自己 所以当撕探 撒旦的撕探来敲门的时候 不要用自己的能力 想说去应门 一定要用我们心里的 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请耶稣去来应门 这样我们每一次都会成功 因为上帝 他能够击打所有的撕探 以及撒旦的攻击 而人并不是完美的 在这世界上还在成圣的过程 所以人没有办法做 我们依靠上帝吧 谢谢各位 这次新资感 大家粉丝新节 10月14号 You have a blessed day 上帝祝福 拜拜 拜拜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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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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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